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整个林荣山家族持续照样的赚 不只到对岸去赚 在台湾也一定要赚 对于所谓的海峡论坛这样论坛 或许这几年观众朋友都有听过 每年都在办海峡论坛 那么自由时报曾经骂过别的媒体 刊登海峡论坛的相关资讯根本是被置入 但是为什么海峡论坛的广告 自由时报也看得到呢 我们等你来看 打车爱台湾旗帜的自由时报 曾经在2010年6月11号 A12版半版刊登这篇 大陆举办的两岸交流活动 海峡论坛回顾广告 不过广告归广告 海峡论坛在自由时报的观点里 却是大陆的痛战戏码 2009年台中市长胡志强参加海峡论坛 被自由时报以头版抨击 胡志强把整个台中搬去 指海峡论坛是向大陆书成的样板戏 一方面他是批评海峡论坛 可是又一方面借由海峡论坛来增加 他的收入的话 那我想这样就比较可惜 很喜欢跟人戴红帽子 然后实质上对他们有利的时候呢 他们从来也没有拒绝过 不知今夕是何夕 也南关立委痛批自由时报标准不一 2009年海峡论坛刚成立 去参加的官员都被自由时报抹红 没想到才隔一年 2010年6月11、17以及19号 自由时报总集三天 刊登海峡论坛半版广告 估计72万进账 另一方面却赚稳抨击 其他刊登海峡论坛广告的媒体 甚至说这具有浓厚文化统阵 登海峡论坛广告 就是为对岸政治宣传 不要这个指责别人 而不检讨自己 我想这个呢 是容易混淆视听的 指责他人的同时 自由时报却三天三半版 收录资赚广告费 一手收钱一手骂 自由时报接口钱不回忆 但只准自己赚大陆钱 却把其他企业恶意抹红 心态如何 恶受公平 周旋台北综合报道 好我们就来告诉大家 这个所谓的半版广告 在我们的圈内讲到半时 这个半版的广告呢 大概就是我们画面上看到 这样子的一篇广告的面积大小 大概在自由时报 在当年2010年这篇的广告里头 在所谓的A落的12跟14版 是卖多少钱呢 16万5 一个半版一天 16万5 连续刊登了13天 大家可以可想而知 那么在这个所谓海峡论坛的 一个召开的过程当中 自由时报不断的来抨击 其他的参与的政治人物 跟参与报导的其他媒体 但自己是不是也持续在赚这个钱 所以蔡伟文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格特质 这个人格特质 他心里想要当圣人 可是魔鬼在什么 化妆都化妆不来当圣人 都会露出魔鬼的尾巴 一方面 只要你这个中国时报 联合报 或者苹果日报 有这个什么大陆的广告 哇大陆资入行销 哇大陆广告清台 哇这个解放军啊怎么样 哇不得了了 讲的煞有其事 那都有那些什么 一些里面的一些文人啊 什么胡文辉啊 公开点名啊 都不怕你 胡文辉啊这些人 然后写文章都开始乱骂一通啊 乱骂一通 什么不堪的言之都骂得出来 但是如果有人拿了人民币 新台币上门说 哎呀你帮我登这个大陆的 这什么广告啊 照说不误 换句话说 一手拿钱 一手拿剑 拿剑是干嘛 当圣人想要杀人啊 拿钱是干嘛 当魔鬼拼命收钱 好所以我们看到了 这个对于自由时报 这样子一个做法呢 其实长期被抹红的台商们 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跟看法 看到自己在中国大陆 在这里努力的打拼 赚钱 钱要带回台湾 那么希望能够投资自己的家乡 但是在自由时报的 这个论调当中 这些人赚的都叫中资 我们今天线上赶快 连线到的是东莞市台协会的会长 谢庆元先生 会长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是 会长我们在这个对岸呢 在东莞这边打拼的 你平常看自由时报吗 是是我们就我看自由时报 我们经常还是看我们的这个中资比较多 是为什么不想看自由时报 我们觉得它的报道非常误导了很多 我们的这个观众啊 所以我认为我们还是以这个中资联合为我们的这个平常我们看的这个报纸 尤其我们台商大部分都看的都是在网路上看的都是中资比较多 对您觉得自由时报怎么样误导 常常说台商赚的是中资 常常扣红帽子 台商在那儿大陆打拼 感想如何 我觉得它这个是一片的打压我们的台商 我觉得我们台商在这边是两件半碗怎么来赚钱 然后来回馈台湾 我们不是来说在有台湾这个经常污蔑我们的话 我们认为非常的不务实 媒体怎么说 我认为是说他们有媒体自由 但是我希望我们这些广大的在这边打拼的台商 我们是非常的喜欢我们自己的家乡 我们也鼓励我们这些能够适合在台湾发展的企业回到台湾 我们也非常了解到归以本乡 我们都是朝着这方向去努力的 那您晓得说其实自由时报自己本身在台湾 他也接受了海销论坛等等来自大陆的广告 那么自己家族也到大陆去做了投资 但还是不断的来扣你们这些台商红帽子 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报道 因为他们说的一遍 那有钱他们就往前走 所以我觉得是不务实的一种报道 我们希望是说能够大家正面的 送生意人就不谈政治的 我想在广大的台商 我们在这边经营 其实面临的问题 我想我们都很清楚 台商会一直做好跟大陆的领导的沟通桥梁 像我们昨天我们习世纪一通电话 他就是关心台商的未来 他就昨天中午就请我吃饭 希望了解我们2003年对未来的看法 所以他们非常的重视我们台商在这边的发展 还有我们在经营上的困难 是好的 非常谢谢谢庆元 谢会长接受我们今天的岳阳电话的一个访问 好 我们休息片刻带我回来就来看到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报纸的一个报道 完全的是两手策略 自己可以做 别人不能做 应该怎么看 读者还要再看下去吗 我们待会回来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